欢迎来到炸汤发布会 今天让我来看看摩托罗拉的发布会 Moto Razer 40系列 首先一上来就问了一个问题 做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才能够被大家所喜爱 呃...性能?价格?外观? 做一款能够装入每天心情 人机合一的好产品 我的天 装入心情还人机合一 该不会是要把女朋友装进手机里吧 不说废话了 掏出手机看看吧 首先出产的是Moto Razer 40 Ultra 184.5克的重量 黑 蓝和限定红三种配色 前两者后盖是玻璃后盖 红色搭载的是奈米皮后盖 对比了市面上的小折叠手机 得出了小折叠屏幕 为什么一定要flip呢的问题 这次外屏就搭载了 比iPhone4屏幕大一点的 3.6英寸144Hz全面AMOLED外屏 通过内外屏随性切换 娱乐不间断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难道这次买手机真的送女朋友呢? 他就是摩尔 一直说外屏 内屏到底给不给人用啊 这次内屏搭载了6.9英寸 144Hz折叠LTP的屏 Dolby AMOX双扬声器 搭载了8PLUS Gen1效忍阻力器 3800mAh电池 33W有线充电 5W骨线充 12MHz主色和13MHz狂角 这是5G网络 X轴线系马达和NFC 那么接下来就是把外屏变窗口 把新放进去的Moto Razer 40 搭载粉色、白、天青灰 三种颜色的纳米皮外壳 188.6g的重量 同样搭载了6.9英寸 144Hz折叠LTPO内屏 64MHz的主色和13MHz的狂角 外屏支持摩尔赖的 20度到120度的自由悬停 那么来到我们最期待的价格环节 大家好,我是演员猪猪 价格环节还是可以等一下 现在是真的价格环节 OMG!Moto Razer 40 Ultra 8加256 5699人民币 12加512 6,399人民币 Moto Razer 40 8加128 3,999人民币 8加256 4,299人民币 12加256 4,699人民币 算算只要马币3,700块 就能把装了一个女友的折叠手机带回家 下次你再把猪猪放进手机里的话 我肯定买吧 看完整个发布会 所以我只想说如果我不用那一瓶的话 能不能算我便宜一点啊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当然如果能点赞的话就好了